此時在一旁直勤的一名特警 也趕到了這輛車的附近 再次要求車上人員停車接受檢查 發現那輛一輛黑輝色的轎車 黑輝色轎車往右方向 打右轉向針 往右轉 踩住右門轉彎的時候 那個交警就打開那個門 就在該車的副駕駛位置 然後我就打開車門 打開副駕的車門 但是車子已經是屬於那種停車狀態的 打開車門之後我就聞到一股酒味 此時民警看到車內共有兩人 分別坐在駕駛位和副駕駛位置 而且車內弥漫著濃烈的酒精氣味 無疑駕駛員存在醉酒駕車的嫌疑 車子也沒有停 我們就叫車那個司機 說你們把車停下來 我們進行檢查 但是司機衝而不聞 繼續準備那個車子也不熄火 繼續往前走 當時車速還比較慢 他剛剛掉完頭 我就扶著副駕駛的門 我就一直小步跟著 跟著還是一直在勸 勸駕駛員停車 熄火 然而就在警方對兩名人員 勸阻無效的情況之下 民警胡國欣將副駕駛位的車門 打開後上到了車內 希望能夠強行制止駕駛人的違法行為 說到了花圃的位置 也沒有鬧巧的地方 當時也沒有想太多 看到在車駕駛逃離的那種可能 然後我就鑽了進去 鑽到副駕位置 車子就加油朝駕駛人行駛 駕駛員的左邊還有一個特警 用手在敲玻璃 敲駕駕駛主架的位置 但是那個司機還是不停車 繼續加速 當時車速就比較快了 幾乎是車速急速加快的同時 仍在車內的民警胡國欣 突然之間被坐在副駕駛的乘客 推了下來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對方呢 但沒有聽 它是前行大概走了700米吧 我就去搶奪對方的鑰匙 搶鑰匙的同時 駕駛員跟這副駕人有激勵 就是我 突然就副駕這個乘客 他就把我推了下去 當時門還是沒有全關閉的 所以那種扮演式 當時那個交警在被推下了以後 在地上滾了兩圈 當時就爬了起來 就還是跟我們一起完全接近